我们来看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联合报陆续地公布六都民调 而今天我们要带你看到 是大台南的选情部分 好 你看到现任市长 民进党籍的赖清德要寻求连任 那不管他对象是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或者是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这赖清德的支持度都突破六成 分析也显示即使在蓝营支持者中 赖清德也有超过四成的支持度 下届台南市长选战 蓝绿实力看来是相当的选熟 我已经宣布要选台南市长连任 固然台北跟新北的资源 都比台南市好 但是我长期以来受到台南市 乡亲的栽培 而且我才刚当一任 我应该要继续连任 来回报台南乡亲对我的栽培 老早就宣布寻求连任 赖清德决定继续为民进党守住台南市 2014台南市长选情 联合报系最新民调出炉 如果蓝营推出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赖清德的支持率高达6成2 遥遥领先竞争对手的1成5 如果是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代表国民党参选 赖清德声势同样看涨 支持度为6成4 远远高过谢龙介的1成3 香蕉绿营已经决定 由赖清德寻求连任 国民党到底要派谁 始终还没决定 在可能的参选人中 吴清基人气最高 获得22%的民众支持 谢龙介13%名列第二 行政院秘书长陈威仁只有2% 不过有近一半的受访者 对蓝营候选人没有意见 可以看得出国民党 在台南属于艰困选区 尤其是赖清德上任三年来 施政满意度高达7成2 只有少少一成民众不满意 因此有6成7的市民 希望赖清德能够连任 台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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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成绩亮丽 赖清德在高支持度 高满意度的态势下要继续为民进党 保留这块绿色堡垒 又电TV由家伟 志刚台北报导